两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出去旅游嘛 然后逛鞋店 真的是不同的人买鞋的出发点不一样 有的人看牌子 有的人看脚感 还有的人呢 就看增不增高 我这朋友就是到哪个店 都要试那个店里面最增高的鞋子 运动鞋市场上 有没有这种既增高脚感又不错的鞋子呢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双 推荐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双 就是这双来自于Sokane的Guard Arma 首先呢 索康尼这个牌子啊 since1898年 应该有12030年的历史了 是一个非常老牌的跑鞋品牌 虽然这个鞋盒呢相当普通 但是它的鞋盒底下呢 还有写了配速表 你是怎么记得 包括你每一次5000米 1万米 跑步日期和跑步时间的成绩 这双鞋 我先说它最重点的就是它的中底厚度 中底厚度呢 徒手一比啊 至少有个三四厘米了 常规的一些板鞋或者运动鞋 比如跟AJE比起来 感觉 有它的快两到三倍厚了 哪怕是跟以后著称的Hoka 比起来呢 它也是一个更厚的存在啊 4厘米厚度 一双跑鞋 其实有点夸张了 然后这个中底呢 用了索康尼自己 旗下的叫PowerRound的一个发泡中底 然后我有在健身房跑步小穿一下 我觉得它回弹的话还好 但是它的缓震 就是它的阻尼系数 或者叫它的缓震形成非常的长 所以这个鞋子跑起来的话 忽然觉得很舒服 这双鞋 它的其实外观的灵感来源 是它自己的千禧年的那个Gate 7 也是索康尼旗下非常经典的一个跑鞋支线 然后不同之处呢 在于Gate 7 它当年的那个鞋子 它的网布 包括侧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 它是用不同的材料拼借而成的 而这一次呢 它就用了这种一体式的mono刹 就一整个一片式的透气网布组成的 这样的话 你脚在里面会觉得没有异物感 mono刹也是这两年很多跑鞋 在用的一个支撑性比较好 透气性也非常不错的一个材质 然后这种银色跟白色的组合呢 我觉得非常有千禧风 然后跑鞋呢 也是在不断的迎合 现在主流市场的这个风格 那比如说这两年很火的clean fit 或者说是老爹鞋的样子呢 其实都能在它身上看到这样的影子 鞋底坐厚之余呢 它也把鞋底坐宽 这两个我是一样的码数啊 加宽的好处呢 就是你在落地的时候 接触接地面积更大 所以跑起来的话会更稳 鞋带是这种带一点弹性的扁形鞋带 所以这种鞋带是 可以说是跑步的过程中能够记得最紧的鞋带 鞋舌呢 是独立鞋舌 但是它是跟这个鞋面侧面是有相连接的 所以这个鞋舌它不会左右的跑动 然后这个鞋子的海绵厚度 其实你看后跟包括鞋舌 其实给的还是挺厚挺良心的 然后呢 它的前后掌落差是8毫米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落差了 所以这个鞋子的定位 其实是一个10公里以下的 中短距离的一个休闲跑 或者说是慢跑的这么一个入门跑鞋 然后它的颜色选择非常多 像那个米黄色 我觉得也很清淡 看起来也很舒服 还有纯黑的黑武士 还有反正各种各样的颜色吧 官方定价是人民币650元 然后我是在其他电商平台买得到 就是大概是500多人民币 毕竟是国际四大跑鞋品牌 然后马术的选择的话 我个人建议你往大的买 因为是休闲穿的话 不需要太合脚 因为它的鞋型 包括它的鞋楦 其实是包裹性比较强的 所以如果你想穿得舒服一点的话 我建议大个半号 我建议大个半号 所以我就把这个鞋子偷偷的推荐给大家 关注一下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 记得关注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